哈喽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习黄的篮球世界 带你每天了解最新最有趣的NBA世界 2021-22赛季NBA成规赛继续进行 胡人主场迎战火箭 胡人最终凭借四巨头的出色发挥 以119比117有惊无险的击败火箭2分 取得了本赛季的第一个三连胜 不过这场赢球对于他们来说却非常艰难 尤其是胡人遭遇到了裁判的严重针对 比赛当中不仅仅一场被吹了四个踢 而且詹黄完全要不到哨子 只有两个罚球 没人给哨子就算了 还出现了胡人打着打着被扣了两分的场面 因此赛后胡人的主教练沃格尔忍无可忍 他公开宣称 球队已经正式给联盟寄出录像带 要求他手下的球员们得到更公正的吹罚 他已经向联盟抗议了 本场胡人有四个人吃到了技术犯规 分别是沃格尔 威少 贝斯莫尔和安东尼 新赛季开始以来 胡人全队已经有八个技术犯规了 吃涕数量排在了全联盟第三位 因此沃帅很愤怒的指出 他只希望这个球队能够在罚球线上得到应有的公平和公正 为此他们已经把录像带直接寄给了联盟 他理解NBA使用新规则 很多的时候都不会吹哨 但是胡人被犯规的时候他必须得吹 或许全联盟的罚球数量都比之前变少了 但可是就算少了 你该吹的哨也得吹 你不能看到犯规不吹啊 因此沃格尔赛后显得非常暴怒 并且宣称整个球队必须得到更多的罚球数量 他已经记录像带了 新载季开始以来 胡人场均只能得到18.4个罚球 罚球数排在全联盟倒数第八位 而他们可是拥有一个超级三巨头和七星豪华阵容的球队 拥有七大巨星 三个超巨 裁判却不给罚球 这公平吗 显然不公平 你以为这就完了 还有更离谱的 在第四节还剩1分35秒时 比赛暂停 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 胡人原本116比111领先火箭 但那次暂停后 比分变成了114比111 胡人被扣掉2分 NBA官员给出的说法 是贝斯莫尔的两次罚球是错判的 官方的错误发生在距离第四节结束 还有2分31秒时 胡人当时114比106领先8分 火箭队的小波特对贝斯莫尔犯规 数据显示 这是火箭本节的第五次犯规 因此裁判将贝斯莫尔送上罚球线 贝斯莫尔两罚两中 胡人领先10分 负责数据的官员很快发现 技术统计出现错误 波特的犯规实际上是火箭的第四次犯规 根据规则 胡人只能去发边线球 而不是走上罚球线 在波特的那次犯规前 第四节火箭的泰特犯规两次 马丁犯规一次 确实是统计错误了 于是 贝斯莫尔的两分被抹去 胡人变成114比111领先火箭 原本两个回合的分差缩小为一个回合 在一场比分 胶着的比赛的最后三分钟 胡人就这么失去了一个回合的球权 农维和詹姆斯也对此事有所抱怨 农维赛后说 我 勒布朗和教练都对裁判解释 那样做让我们失去了一个球权 可能会导致我们输掉比赛 比赛的进程确实如此 胡人最后关头只领先两分 要不是波特的三分不中 胡人真有可能输给对手 现在就看明天的官方 最后两分钟裁判报告会做何解释了 不得不说 邪黄也是第一次见到 在NBA比赛中打着打着扣分的情况 技术台失误也得胡人背锅 这就是裁判的针对 一场吹胡人四个体也是裁判的针对 最大的针对在于詹姆斯 詹黄才是最冤枉的那个 因为算上对火箭的这场比赛之后 詹姆斯新赛季出战了六场 六场加起来一共只得到了23个罚球 场均罚球只有3.8次 这是史上最大的笑话 以突破著称 内线杀伤力历史第一的詹黄 现在突破竟然得不到哨子了 对手不通过犯规 怎么可能阻止他的上篮呢 那你不给哨子是为什么呢 所以说 现在胡人已经决定向联盟抗议了 要为自己受到的所有不公正待遇 申诉 要帮詹姆斯赢得更多的罚球 本场比赛 洛杉矶胡人队的四巨头 全部都在进攻端打出了自己的风采 詹姆斯加戴维斯加威少加安东尼 合计喊下99分 值得一提的是 本场比赛 我们的威少爷 21投10中得到27分 9篮板7助攻 而且仅有三次失误 威少能有这样改变 很大程度上 还是因为他已经逐渐适应这只胡人 或者说他与队友之间已经有更好的化学反应 作为球队当家巨星的勒布朗·詹姆斯 早曾表示 随着威少更好的融入球队 球队阵中其他球员也有责任减轻威少的压力 这一切都是为了打出更好表现 你需要了解你比赛中的组织者 了解他的球场事业 他的比赛意识 詹姆斯此前曾说到 我认为他的传球能力并没有得到球队足够的信任 对于我作为接球手角色而言 我的工作是让传球手能舒服传球 而我的任务就是接到这次传球 当和拉塞尔一起比赛时 他的速度和比赛活力通常让他处于优势 如果你能跟上他的节奏 那么你会得到好处 威少的表现也是宣告自己完全融入了胡人体系 威少在本赛季前三场状态低迷 遭到不少人的质疑 被认为胡人亏了 并且有人建议威少打替补 但是最近无成比赛 威少都打出了不错的表现 进攻效率明显提升 投篮命中率回到职业生涯平均水准之上 希望威少在胡人能越打越好 其实最让斜红敬佩的还是老瞻 37岁的詹姆斯依旧状态神勇 不断冲进篮筐 完全不像是一个37岁的老头子 活生生一个大小伙 老瞻本场比赛再次打出高效表现 他的正负值是全场最高的正十一 詹姆斯还在此战凭借两次抢断 从而生涯抢断数达到2077次 超越民宿布雷洛克 独居历史第十二位 詹姆斯前面的是卡尔玛隆 后者生涯总共抢断2085次 好了 关于胡人的消息 邪黄今天就说到这里 最后邪黄跟大家唠唠其他消息 本赛季 勇士取得了不俗的战绩 目前五胜一负 位列西部第二 而勇士的成功 仍归结于库里强大的输出能力 截止目前 库里凭借场军28.7分 占据球员得分榜第一位 我们都知道 休赛期勇士签下别利查 波特 伊格达拉 这些具备三分属性的球员 凭借库里超群的外线吸引包夹能力 他们与勇士体系磨合的相得益彰 价值西部多支强队 出现各种状况 勇士在赛季初取得先机 但是 齐黄认为 勇士仍是一支存在短板的球队 勇士体系非常依赖库里和外线球员的手感 一旦他们手感冰冷 勇士在内线又缺少篮板保护和防守的话 很难战胜胡人 绝金 太阳 这些在内线具备明显优势的球队 目前勇士的五号位只有鲁尼 怀斯曼即将复出 但是其对勇士是否有正向作用 值得验证 而四号位的格林 在攻防两端威力退化不少 所以勇士需要补强内线 B2给出的二换二交易方案为 勇士送出维京斯和怀斯曼 换来勒维尔和特纳 这笔交易不会耗费勇士太多的未来资产 反而能让勇士的实力达到总冠军级别 勒维尔的进攻实力不俗 他与水华兄弟一起 能让勇士回到作弊时代 特纳与格林组成的内线屏障 同样能让对手在勇士游七区得分艰难 特纳移动能力强 有三分属性 不会破坏勇士现有的化学反应和空间感 两胜六败的步行者 本赛季丢掉了成名记防守 加之布罗格登受伤 他们很难突出东部 维京斯和怀斯曼都很年轻 可以纳入重建的框架内